在过夫妻生活的时候 女人必须要学会做两件事 会让你的老公更加的宠你 更加的爱你 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 我可不这么认为 女人真的要得到男人的心 让她比之前更加的爱你 那么你就要学会做这两件事情 认真的看到最后 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第一要学会怎么样的去讨好男人 男人的自尊心是很强的 女人要宠男人要捧 如果你懂得捧男人的话 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 女人的赞美都能激发男人的潜能 会让她的心心芳 会让她的心心花怒放 要学会撒娇 多主动和男人进行身体的接触 比如给她个拥抱 摸摸她的脑袋 都会让男人感到非常的温暖 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婚后 身体的接触都能够提高夫妻的感情 作为一个男人 在感情中是比较理智的 在婚姻里 女人如果能够学会主动的去索药 反而是一件好事 用你的肢体动作告诉男人 你很爱她 不要总把男人的尊严藏在脚下 那男人肯定会不高兴的 他对你就不会从平淡变到讨厌 尊重男人就等于尊重你自己的婚姻 第二你要学会在男人面前要把握好自己的身份 大多数女人在结婚以后 被家庭的琐事 采米油盐的烦恼所困扰着 也就没有了结婚之前那小女人的样子 性格再强势的女人 在男人面前你都要学会服软 学会撒娇 有句话说的好 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谁都不想一回家就看到一个母老虎 长期以往呢夫妻生活肯定会出现问题 相对于来说温柔会撒娇的女人 男人会更加的喜欢 所以姐妹们在夫妻生活中 无论你有多强都要学会向男人示弱 这样呢才能抓住男人的心 让男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自然他就会保护弱小的 姐妹们 霞姐说的你们认同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